24岁的美国竞技体操女王西蒙·拜尔斯 从2013年起就一直称霸女子竞技体操赛场 2016年里约奥运收获四金一同 市井赛累计十九金三银三同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体操选手 推特甚至帮她做了一只挂着金牌的山羊 因为英文goat是山羊的意思 也是greatest of all time的缩写 就是为什么前天晚上拜尔斯宣布退出奥运的女子体操团体赛的时候 很多人很难接受 马上就想她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不过在赛后的记者会上拜尔斯很坦白的说 她的身体没有受伤 但心理状态出了问题 昨天更宣布个人全能赛项目也不参加 在体育界最高殿堂自动退出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过许多主流媒体都称赞她的决定很正确 而且以自身的影响力为体育界带来了正面的改变 大家好我是番茄肥 欢迎收看饭雪的today看世界 跳马是拜尔斯的拿手项目 有多拿手呢 他发明了自己的动作强到 甚至连国际体操总会都不敢给他太高分 就怕其他运动员为了跟他拼成机 做出超高难度的动作而让自己受伤 这次他原定要做一个转体两周半的动作 但最后只做了一周半落地的时候 几乎双膝跪地往前踩了一大步才站稳 接着表情紧绷 匆忙走下台跟教练跟队友讨论之后离开现场 随后美国体操联盟就宣布拜尔斯退赛的消息 美国队最后败给了俄罗斯的代表队拿下银牌 拜尔斯在记者会上直求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说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应该受到关注 因为体操比赛需要全心投入否则很容易受伤 但他比赛当天压力大到浑身发抖 想睡一下都没办法 身为选手参加奥运出了争奖牌 也应该要享受赛事 但他一上场就知道不行 今天的心理状态不到位 刚宣布退赛的时候还有声音批评 像是美国高龄常勇好手 以坚强意志力闻名的纳伊德 就说拜尔斯团队精神不足 但第二天记者会后 舆论一面倒地支持拜尔斯的决定 纽维时报记者克罗斯就称赞拜尔斯说 哪个选手不想赢 但能够察觉自己的情况 知道极限在哪里 以及什么时候该坚持 什么时候该放自己一码 是很棒的事 运动频道ESPN也给赞 认为拜尔斯把身心状况放在第一位 显示体操文化正在转变成 由运动员主导的运动赛事 连纳伊德也改口说 拜尔斯知道自己状况不佳 就马上把机会让给原本没有机会 上场的队友非常的无私 其实很有团队精神 当然也有酸民开呛 保守派的电台主持人柯克 就崩溃了骂拜尔斯 说他这个世代人怎么这么草莓 会骂草莓的可能只看到他表现失常之后决定退出 但很少人知道许多顶尖运动员下了场也得跟自己的压力纠缠苦战 不停的鞭策自己保持记录 还得要担心辜负外界的期望 比方说维持恩戒不败的神话等等 像是美国女子竞技体操队这一次就被寄予厚望要拿下第四面奥运团体赛的金牌 拜尔斯则被期待要报个六斤回家 身为国家队的代表人物重担全部压在他身上 对于拜尔斯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压力来源 在美国体操基业爆发国家队对一纳莎多年来性侵300多人的丑闻之后 拜尔斯2018年公开自己也是受害者 除了纳莎的受刑 应该要保护运动员的美国体操联盟事后包庇隐瞒 也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一直在疗伤 在VOGUE杂志的访问当中 他坦诚常常用睡觉来逃避现实 而且他是指控纳莎运动员当中唯一留在美国队选手 更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要透过比赛 让性侵丑闻持续成为焦点不被淡忘 同时他还背负了非议跟有色人种女孩的期望 但身上担子实在太重了 让他无法单纯享受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纽约时报指出 许多活跃于社群媒体上的年轻运动员 都透过各种平台发声 让大众正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 比拜尔斯小一岁的网球名将大阪直美 今年5月在法王取得首胜之后 几致赛后访问 被主办单位罚1.5万美金 6月宣布退出法王之后 也在推特上说 自己三年前没网决赛之后就罹患忧郁症 一直不敢讲 但越来越受不了赛后的媒体提问 所以才决定退出 对于很多老将来说 记者会就是过个长帮赞助商打打广告 跟球迷拉近距离 但未爆的体育记者罗内直出 都已经输了 还要被问感觉怎么样 为什么失误 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 大阪在27号网球女单16强赛 输给了捷克选手万卓索娃 媒体又追问他 是不是因为压力导致失常 问到他哭出来 连万卓索娃都说 大阪被当成冬奥吉祥物 被媒体追着跑 又要比赛 他无法想象这是多大的压力 维斯康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瑞登就指出 传统上大家对运动员的期望 就是超越自己 带上上场才够tough 连奥运的座右铭 都是更快更高更强 心理问题长期以来被污名化 但适时认清自己的极限 也是一种勇气 美国水球队的首席 伊斯拉奥也指出 大家对于肉眼看不到的伤还很陌生 目前奥运选手当中 出现心理疾病的运动员 有多少没有人知道 因为大家都不敢讲 一般大众罹患心理疾病的百分比 约是40%到50% 但疫情带来的封锁及压力 以及运动员普遍都比较年轻 大预估奥运动员当中 可能有高达7成的人 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 拜尔斯在记者会说 体操并不是一切 我们必须要更关注自己 大阪之媒登上 时代杂志封面时的标题则是 不OK也没关系 这都告诉我们 当压力难以附和的时候 承认脆弱不代表软弱 代表参加奥运的选手 要承担国人的期待 原本压力就大 团体项目的压力更大 运动员常常会被期待要带伤上场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1996年的奥运 美国的体操选手凯莉·斯楚格 在第一次跳马 左脚踝已经明显受伤 但他忍着痛又做了第二次跳马 下台的时候是被教练抱下去的 但美国队因此拿到了奥运金牌 斯楚格后来被当作民族英雄对待 被总统邀到白宫 上了无数电视节目 到现在还有美国小朋友 在万政节会扮成他忍痛拿下金牌的样子 但斯楚格的体操之后 没有回到1996年奥运的状态过 不久就退役了 对照拜尔斯这一次的决定 很多人开始质疑 当年斯楚格的决定真的值得吗 你觉得呢 很多人会说亚洲国家 因为更重团体表现 只怕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 你同意吗 您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这些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北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见